我们上课 我们今天开始讲这一章的最后一节 我们前面讲了一些内容 到这样一个结论 一个函数定义在这样一个区间上 负L到L 不管你这个L有多大 那么这个函数满足一定的条件 比如说它有一件导数 那么这档数总是可以展开这个负列结束 fx等2分之10加上sigma ncosnl分之npix 加上bnsinl分之npix n从1到5重 这里n是等于l分之1负L到L ftcosnl分之npi t dt dn等l分之1负L到L ftsinl分之npi t dt 这个前面 如果它有一件导数 那么这个总是可以展开人负列结束的了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这样 假如这个函数啊 不是定义在某个区间 而是定义在整个数字上面 就是fx定义在整个数字上面 而且呢 当然要满足这个条件了 负无穷 正无穷 这是受链的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 这样是可计或者绝对可计 对吧 那么现在呢 当然定义在整个数字上面 这个函数 当然没有 离满可计的问题了 一定是无界的 一定是无穷区间嘛 所以一定是要假定这个条件 那么现在就问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f如果在整个数字上定义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暗数能不能展开这种负列结束呢 答案显然是不行了 为什么不行呢 那边是个周期函数 而这儿不是周期函数 因为随便你给个暗数 当然不是周期函数了 对吧 这边是周期函数 周期是2L 对吧 这个都是周期2L的暗数 这个不是 那当然等式不能成立了 这显然回答就 你要问 定义在整个数字上 随便给一个暗数 如果可以求导数 是不是可以显成这样结束 那你马上说不行 因为这是周期2L 这不是 那当然不对了 对吧 那么所以下面有问题就是问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f啊 可以显成个什么样子呢 对吧 就是我们最终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就引进所谓 负列结分的概念了 那么这问题怎么想法呢 就你怎么知道 可以表示成为一个结分的样子呢 那么通常我们做研究 所以你这样想了 我先不要说这个fx整个这个函数啊 多能显成这样 我取一点 我某一点 我取一点x 随便取取了一点x 我说这一点的函数字 能不能写成这样的样子呢 这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我取定一点以后 好 我说我一定可以取很大的L 比这个一点的绝对要大 这一点可以是正可以是负了 取这个L 比这个大 那么这表示什么呢 这表示这个x啊 就给你 这个L在比你大了 负L 增L 对吧 你x这个数字比它大 那么x不是在这个负L 增L区间里头了吗 对不对 你给定了以后 我取个L 比它大 然后我这个函数呢 就以这个里头的函数 把它做L 洲际开拓出去 那别人用洲际L 函数了 这个时候当表达 只能表达fx 这个区间里的函数字 外头它是不能表达的 对不对 因为它洲际L 只能是这样了 那么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 好 现在我先这样试试看 它表达这个结束 然后 都到个表达式以后 我让L去无穷 L去无穷 不是整个表达式就可以成立了 对不对 这是个想法 那么往下做的时候你就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当然有时候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严格的 当然它可以提供你 这个还是可以怎么表示一种基本的考虑 我们现在就这样做 条件是F是满着这个条件 对吧 它不是做这样做 但是我给定一点以后 我取个L 那么对这里头的一段FX 我以这一段FX作为RL开拓出去 开拓出去 那就是这个周期RL的函数 对吧 外面的函数的时候我不管它 那么这个时候FX可以这样表示了 对吧 对这个X来说 这个是可以这样表示 对这里头区间里的所有X都可以这样表示 然后我看这个表达式是个什么样子 我把这个表达式带进去看看 带进去看是个什么样子 好 这个就等于A0 那就是2L分之1 -L到LFXDX 对吧 这个N等于0 然后加上Sigma N从1到5重 N等于L分之1 -L到LFT Cosin L分之1 NPiT 这就是DT 然后是Cosin L分之NPiX 就这是这一项 再加上 这个是整个又挂虎了 L分之1 2L分之1 2L分之1 FuL到LF FxDxDT 这随便写 FtDT 然后这一项 然后在这个里头 你把它规定一下 N从1到5重 这个L分之1 FuL到L 这些都一样 L分之1 FuL到L 这个Cosin可以乘进去 这个Cosin可以乘进去 然后剩下就是这个乘这个 加上这个乘这个 这个我们以前都做过了 这就等于Ft Cosin L分之NPi X-T DT 对不对 这就等于 它乘它 加上它乘它 那不就是Cosin L分之NPiX 减去L分之NPiT吗 这个是 这个T在前面 后面无所谓的偶函数了 好 就变成这样一个东西了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当然你现在看不错了 好 我们说我们换一种看法 我们这样来看 现在我把UN啊 我把这个L分之NPi啊 你看换一种看法 L分之NPi 我把它叫做UN 这是一个点了 N给了一个点 N等于L分之N2 L分之2Pi等等一个点 然后呢 DTUN呢 当然就是UN减去UN减1了 这个当然就是L分之Pi 对吧 UN减去LN减去L分之Pi 这个减数呢 这个减数呢 我把这个L分之NPi啊 我把它寄成这个减数 大家看啊 这个就是你做研究的过程当中 你想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我把它写成G 这个减数啊 我把它寄成GLU 什么意思呢 是-L到L 就这个减数啊 -L到L FT 然后呢 这是cos 我把这L分之NPi 用个U来代替的 cos U X-T DT 这个是一个U的减数 大家看 对于T减分 对吧 当然也是X的减数 因为我X是固定的 我现在X是固定在那 所以呢 减分出来对于T减分 就算是个U的减数 而且跟L有关的 我把这减数啊 叫做GLU 那么你这样一写以后呢 你看看 这就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这就变成了 2L分之1 -L到L 对吧 这是FTTT FTTT 这个加上一个什么东西呢 加上我把这个L分之1 我把它写上L分之Pi 再乘上Pi分之1 这当然是一样的了 对吧 所以加上Pi分之1 然后里头呢 是L分之Pi L分之Pi是什么 是DeltaUN N叫L分之Pi 对吧 而这个里头呢 这个函数呢 就是我这个GLU啊 U用L分之NPi去代替它了 所以这个里头就是G UN DeltaUN N从业到无穷 对吧 大家看这个对不对 这是 这个我叫做G 把这个换成U 我叫做GLU嘛 这是L GLU这样 然后这里头是换成N GLUN UN就这个东西了 那不就是这个函数吗 然后这个是L分之Pi 就是DeltaUN 那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有点像 就是我现在说 你在研究过程上 就是大概看 因为我现在 相当大点启发 它能怎么表示 好 就相当于你把零到无穷 去这样 把它按这个来分个 按这个分个 U LN对于零 那是U零 U1 L分之Pi 等等这样过去 UN U1 U2 U3 等等 在整个 把L到无穷 这区间分 而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函数 L固定了 这个函数的 离满盒 他你说 你怎么加到无穷去了呢 我就说 这是起翻 就是 就不是真的 黎满盒 真的黎满盒 不能到无穷 区间 对吧 就你先这样来看 这个问题 那就不是就这个 这个函数 在这一点指质上 区间的产度 再把它加起来 就相当于 在零到无穷 这个区间里头的 一个黎满盒 对不对 然后好 让L去无穷 那就变成个什么东西了 左边的跟L 没关系的 FX 对吧 右边呢 好 FX 右边让L去无穷 这项就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函数 L去无穷 负L到无穷 这个函数是可接的了 绝对可接的 你不加 绝对再当可接的 所以这是个有限数 L去无穷 这是个有限数 而下面一个L去无穷 这就是零了 而这个呢 就是如果我们 像还记得 这个黎满解分 帕埃分之一 这个去无穷的时候 就L去无穷 就是L去无穷 我把这个函数 GU 集成 负无穷 到无穷 就是L去无穷了 FT Cosu X-T 对吧 那就是说 当L去无穷 这个是没有了 这个呢 就去一个 黎满河 去一个解分了 这个解分是 零到无穷的解分 对吧 所以这个就等于 Pi分之一 零到正无穷 GU DU 当然你说 这个是不严格的了 没有 是无穷 局限的黎满河 这是没有的 但是 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我就认为 这个有可能 是这样的等式 而这个等式 什么东西呢 是Pi分之一 零到正无穷 我把GU带进去 对吧 L去无穷 是这个函数 那就是说 负无穷 到正无穷 FT Cos U X 我这写了 X-T DT X-T DT 然后再DU 就这样呢 我这FX 可以表示成功 这个我就不要 这是我的过渡的了 FX 可以表示成功 这样一个级分 就如果它满足 这个条件的话 让L去无穷 那就这个时候 它是对整个 所有的数字 X都对了 因为L去无穷 所有的点 都在里头了 那这个等式就对了 那么这个过程 当然不是 严格的一个 推导了 不是严格的证明了 那这样写出来 你要投到 稿子投到 杂志上全家 给退回了 这什么东西 这不严格的 这不是证明 这是一种思路 告诉你 这个FX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可能 表示成功 这样一个级分 那么下面呢 今天我们要证明 这件事情是对的 确实是对的 在什么条件之下呢 如果FX 在每一点 它是 有一阶导书 而且呢 有一阶导书 当然就连续了 这个等式就对了 而这个级分呢 就叫做 F的负利液级分 也就是说 F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不是表达成 无穷结束 不是表达成 负利液级分 而是表达成 这样的结束 那怎么来的呢 大致估计 这个就是 这是一种 想问题的思路 想法 一开始你 没有别的东西想 一开始你怎么会 想到这样表示呢 你从这样一步步过来 从负利液级分 这样过来 好像这是对的 然后你想办法去证明 这确实是这样的 确实是这样的 这就叫负利液级分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 主要要证明的 就是这件事情 这公司怎么来的呢 就是从这样的思路过来 下面我就来做 下面就做严格的事情了 就这个前面就告诉你怎么想 下面我就要证明这件事情 就负利液级分 公司 前面都是告诉你怎么想这件事情 好 我把这个公司写在边上 大家一会看看 我们证明的是不是这个东西 fx fx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证明的 负利液级分公司 fx fx 等于π分之1 0到正无穷 然后呢 负无穷到正无穷 ft cos u x-t dt 然后再du 这个等式呢 如果它有一介导数的话 那这个等式就是对了 这里你看 这是对T解分 对吧 解出来是U跟X的函数 对吧 对T解分解出来是U跟X 再对U解分 解出来就是X的函数 正函数敲号就是fx 敲号就是fx 这里怎么会有π分之1呢 那就是刚才这样算出来的 这样算出来的 就π分之1这样来的 这个等式呢 如果它买到一介导数 那么这个等式呢 在所有这里头都对的 都成了 但前提要这个就是 前提要这个了 绝对可结了 这个条件成了 否则这就不对了 那这个条件当然自然的 因为你普通的 拒绝上 负 负拍的话 二拍的 你要负列吸水 一定有这个条件了 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都忘掉了 这个是我们刚才 想问题的来的 现在下面我们就 严格的来做这件事 来证明 确实是对的 这个思路啊 有道理的 是对的 怎么做法呢 我们还想负列技术一样做 你们看啊 就一样做就行了 这个思路啊 跟负列 我们学过负列技术就 就好做了 我们这样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证明的事情啊 先放在这儿 这是我要证明的 好 这是要证明的 现在给了ft 我们就像做负列技术一样 做负列 做负列技术怎么样 f定在负拍到拍上 那么我现在做负列系数 an等于pi分之一 负拍到pi ft cosn t dt 对吧 然后做bn等于pi分之一 等等 sin tdt等等 然后有了mdn 我做它的负列技术 ancosn x 加上bn3nx 2分之a0 对吧 再加上n从1到5 然后再去证明 这个技术在是什么调价 它缩练的 而且缩练到它函数字极 这是我们做负列技术的过程 现在我们也这样来 好 给了f以后 f以后 我照个解分 因为现在我是在负5穷 正5穷定义啊 我定义这个数 ftcosn ut dt 对t 这个u是个连续变量 因为它不再是结束了 对吧 这个地方是n 对吧 我现在是u这个连续变量 我把这个数 我前面成了pi分之一 对吧 pi分之就像那个一样了 因为我这最后的公式里有这个东西 pi分之一 我把这个函数啊 叫做au 对吧 这个你是你为什么这样做 那就负列技术的办法 然后du 最有我定义pi分之一 负无穷到正无穷 ft sin ut dt 这是u的上书 我这个上书叫做bu 那么这两个结封一定都存在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绝对可结 那么这个背景上说 你去绝对着ft cos ut 绝对着当小于的ft了 那么这个结封是存在 因为在这个广义结封 反常结封里头有比较旁边法 对吧 那么绝对着可结 那么他不拒绝的 这个当可以 所以这两个函数都存在了 au bu 好 有了这个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学负列结封那样 我做一个所谓负列结封 怎么做呢 我就 就跟这个地方一样 这是造个负列结封 我造个负列结封 我让au乘上cos ux 对吧 这个原来是ancosnx 那我当然是ucosnx 加上bu sinux 原来负列就是这样做的 对吧 那么好 原来是把对m加起来 那现在我怎么做呢 我当然对u结封起了 零到无穷 把他结封起了 我给了这样一个绝对收敛的函数 那么我说 我可以造出au bu两个函数 对吧 这两个函数造起来 我可以造这样一个函数 它在对u来结封 对u结封 那结出了这个x的函数了 我把这个函数 称为fx的负列结封 就好像这个地方叫负列结封一样的了 对吧 这个地方不叫负列结封 那至于这个结封是不是收敛 缩练到是不是收敛到fx 这些都不知道 就跟负列结封一样的 对不对 一样的 那所以下面的问题呢 现在都是严格的了 那么一会我们知道 这个几分算出来 你把au比u带进去 把他这个功能带出 算出来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一会我算给大家看 算出来这个au比u带进去 算出来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呢 实际上要证明 在什么地方 这个等号成列 等号成列就是这个公式 好 所以下面的讨论呢 就是我们负列结封学官就很容易想了 怎么讨论呢 我去证明 这个广义结封收敛 而且就收敛到fx 那就是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这样 在负列结封怎么做呢 取它的部分盒 然后snx2分之a0加上sigma k从1到n 对吧 取它的部分盒 我现在呢 也取它的部分盒 当然不是部分盒了 我定义 0sλx等于0到λ 这是原来0到正无穷了 那它0到λ 然后呢 a u cos u x 加上b u sin u x du 我的任务呢 要去证明 在一定的条件 比如说有一道书 我要去证明 limit sλxλ去正无穷的时候 它就等于fx 这件事情也就等于说 这个部分等于sx一样的 fx一样的 对吧 所以这样一个函数呢 就相当于我们负列结束于的部分盒 对不对 相当于负列结束于部分盒 所以我们一步步 这个考虑问题思路是很明确的了 所以下面我要去证明 这个部分盒到λm去无穷 在比如说 在有导数的情况之下 它就是等于fx 对不对 那么好 我们又要想 我们经常跟负列结束对照起来 在负列结束里头 我们做收敛的 一个关键的步骤是什么 是把这个部分和写成 我们书上叫做decreate分 写成什么 写成π分之一 0到π fx加t 加上fx减t 再乘成sin n加二分之一t 下面232分之t 然后用λm n 等等 去证明这个极限就是fx 那么现在也是这样 我也是想办法把它表达成我deliculate结分 表达成样子当然不一样 但这里有个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在负列结束的时候 这个函数没有什么有没有意义的问题 因为这个就是an成了cosn 这是一个数 这是三角函数 然后加到有现象 那等于有什么没有问题的 这里我可是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呢 你看 这a有是个什么东西呢 a有是这样的结分 对吧 如果这个结分 第一次函数 这个函数是不是可以结分啊 因为球结分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离满可结分啊 这件事情可不知道 就这个函数有什么性质并不知道 对不对 比如说他跟我这个乱七八糟的函数 因为ft呢就是这个条件 在这个条件 这个当很好的函数了 这个条件之下 我得到这个是什么样的函数呢 所以第一件之下 我要把a有b有它的性质搞清楚 然后就说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第一件之下 我说a有b有 在这个条件之下 a有b有的性质是很好的 它是在整个数字一致连续的 所以呢 这是没有问题 这当然要证明的了 因为下面我都是严格的 下面我来证明第一个定理 你每一步你这个都是严格的 就是f在负重 我条件就是这一个 没有别的条件 f在负重中 绝对可见 绝对可见 就是刚才这条件 绝对可见 那么我们的结论是这样 在这个条件下 那么a有b有 这两个还说 多是 多在吧 多 那么这两个还说呢 多在 负重正无穷的那种 一致连续 不仅就是连续了 一致连续 那么这条件证明好了以后呢 好 这个就没问题了 它这个连续还说 它一直连续 这连续要说 结封当然是存在的了 这就没问题了 对吧 所以一切就把它 调理把它弄清楚 那么这个要证明它 一致连续就并不难 我们来做一下 我来证一下 首先呢 这个所谓绝对 缩量就指这个结封缩量 这个结封缩量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负a到a ft dt h正无穷的时候 这个是等于 负无穷正无穷 这个极限存在的 这个极限就是这个值 对吧 那么你说你讲过这个收敛 不是这两个字一样 这两个一样 这个极限叫什么 叫空气组织 对吧 你说空气组织不是一个中特殊情况吗 你现在这么 那我说是这样 我是说 这个是收敛的话 那你随便 a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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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h 也是 决限存在 那我先去个特殊情况 当然存在了 对吧 这倒没问题 所以这个 当然可以这样说了 所以这个 这个决限就存在 那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这个也就是说 这个 绝对收敛 那也就是说 对ipson大于零 我一定可以去找到 个充分大的a零 当a大于a零的时候 那这两者只差 负a到a 减去负无穷到正无穷 这两个差可以小一小 可以很小 对吧 就现在他就这意思 这两者只差什么东西呢 你看 这个不能说 我们今天要用好几次 所以我要讲清楚这件事情 这是负a到a 这是负无穷到正无穷 这一减就剩下 就这两块了 剩下来就这两块了 要把中线剪掉嘛 所以这个 从A零 也就是使得 负a 负无穷 存在这两块 负无穷 到负a ft dt 再加上a到正无穷 ftdt 再加上a到正无穷 我可以要求这个 a充分大 a大于20的 我可以要求它 小于四分之一 这是没问题的 这所谓 今天我这要用好几次 下面我就不讲了 就所谓它绝对是 就一定可以找到 冲锋拿到a 使得这个值啊 可以认一小的 负无穷到负 a到无穷 因为 剪掉的是这一块嘛 小的很小 好 这是用了这个条件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我的目的只要证明 证明这个函数啊 我现在证明a有就够了 我目的只要证明 这个函数是 一致连续的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 我们说 我这个cosinx啊 这我们前面讲过 cosinx在负无穷 正无穷是一致连续的 讲一致连续 我们就举过 3acosin都是一致连续的 所以呢 对这个cosinx来说 对 一不从大于20来说 一定能找到delta 我写成eta吧 一定能找到eta大于0 那么当任何两点 x一致减去x两致 小于这个eta的时候 那么cosinx一致 我一定有cosinx一致 减去cosinx两致 我可以让它小于 比如说 两倍b 分子一致减 b是什么东西呢 b是这个东西 负a到a ftdt 因为我这个a已经取定了 我取一个a 使得这个不等生成立 这个a我已经取定了 a取定了 这就是个固定的数了 a取定了 这就是个固定的数了 对这个固定的数来说 我一定找到eta 使得在这个条件之下 这个不等生成立 这当然没有问题了 这也没有问题 好了 现在有了这些准备 我说我要去找 我现在要证明这个 一致连句什么意思呢 我要证明这个一致连句 是这个意思了 我要证明a有一致连句 也就是说 对一不从大于零 我要去找到 delta大于零 对吧 使得u一片 u两片 任意两个数 小于delta的时候 我能推出来 a有一片 a有一片 减去a有两片 小于y 如果能做到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a有 就是一次连续了 对吧 好 那我这个delta取什么呢 我说这里a已经找到了 我说我现在取 delta就等于a分子eta a就是这个a了 我刚才取定这个a了 对吧 我取这个delta 然后我去证明 在这个条件之下 它可以小于y 我再证明这件事就够了 对吧 我delta a它有了 a的有了 那我取delta就这个好了 我证明在这个不等于之下 这个是层面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 我写到这儿了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a有一片 是什么东西 a有一片 减去a有两片 这是什么东西 a有一片 这个单就是π一分之一 π我就不要写了 因为一支 连续这个跟这个常数没关系 就写负无穷到无穷 负无穷到正无穷 对吧 然后呢 ft ft 然后就是cos u一pt cos u一pt 减去cos u两pt dt 对吧 a有一片减去a有两片 这绝对的就是这个东西 u一片有两片 这个猜一下 他一分钟 我不要写他 好 这个地方我可以写成这样三段吧 负无穷 到负a一段 对吧 然后负无穷到负一段呢 因为我绝对的放到里头去了 绝对的一放到里头去以后 这个绝对的小于等于2啊 对吧 所以这里头一段 我可以写成小于两倍ft 对不对 还有一段 a到正无穷 对吧 负无穷到a 这加上重 我不再把它写这样 负a到a 然后呢 负无穷到负a 然后负a到a 然后这里就是ft 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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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写去对的不再写 然后最后一段 a到正无穷 三段嘛 负穷 负a到a a到正无穷 a到正无穷 也是这样 把绝对的往里头一放 这小一对2 这是ft dt 对吧 这是可以的了 好 这两段 负a到负无穷到负无穷到无穷ft 这个我已经算好了 加起来是负无穷 负无穷到无穷 小于4分之一不少 那么加起来200下 就小于2分之一不少 对吧 这就小于2分之一不少 这两项 这一项 跟这一项加起来 小于2分之一不少 这里面这一项呢 我们来看 现在呢 UEP 因为我要证明 在这个条件之下 UEP减去U两匹 小于delta 对不对 要证明出这个东西了 UEP小于U两匹 那么这两个小于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对吧 这两个字 UEPT减去U两匹T 这个就等于T的绝对者 成长UEP减去U两匹了 T的绝对者 T是在这个区间里头 T的绝对小于A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小于A 而UEP减去U两匹 这个我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拿出来就是什么呢 小于200B一匹 对不对 这个是X一匹 X两匹 因为在这个条件之下 这小于200B一匹 B就这个东西了 200B一匹 这个都拿出去以后 剩下的就是 负A到AFTTT了 这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我的B了 对不对 我B不就这个数吗 所以这个B跟这个B消去了 两个一加 这就是UEP 所以这样我确实证明了 找到那个delta 对吧 取这个delta 当这两点只差小于delta的时候 函数都只差小于P 那确实是一直连续的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因为你在想问题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做研究的话 就是这样 你一个方向选定了 然后你往下算 算了碰到一个问题 这对不对 那你要重新做过 那么这个就是你做的过程了 那你要去 这个行数有没有定义 那现在好 这就定义了 这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 所以这个几分呢 不管你是 只要F是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这两个都是连续 好得很 那么连续连续 这个当然连续 这就没有问题了 好 所以下面呢 我们就 这个已经正好了 这个定义正好了 下面我们就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把这个部分和 相当于那个里头部分和 表达成delicate级分 表达成delicate级分 那么这个一表达好呢 基本上问题就做好了 所以下面呢 所以下面呢 我们要证明这个定义 是F 这就是书上的 我现在已经讲到书上这个地方了 书上的59面 我现在证明59面 12定义12.17 定义12.17 是F在 负无穷 正无穷 绝对可见 绝对可见 那么 对 任意的 lambda大于0 我们有这样的等式 就这个东西 S lambdaX 可以写成 Pi分之一 0到正无穷 你看 这个跟那个 复列就delicate级分 很像的 然后这是Fx加T 加上Fx-T 然后这个呢 是Sin lambdaT 比上T DT 比这个 接方还简单的 这个地方是N加二分之一 这就是个lambda 也就是说 把这个lambda 把它挪到这儿来了 这就别人 领导正无穷 这个接风了 别人领导正无穷 这样接风 这就是书上的 这就叫delicate级分 现在这个情况 是叫delicate级分 就是59面的 第四个式子 好 现在我们这个证明好了 那复列结婚 这个收敛点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来看看 这个为什么是对的 证明这个点 主要为了知道 这个S部分和SlambdaX 有意义的 不会有问题 好 我们现在证明这个表达色 就是它 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东西 没有任何东西 Au Bu 只有这两个表达色 在这 对吧 所以我就把这两个表达色 带进去 你看 SlambdaX 对吧 我没有别的东西 这是0到lambda 然后这里头 Au Bu 就好像我们做复列结束一样的 我没有别的 这个Au带进去 这就Pi分子叶 负无穷 正无穷 Ft cos ut 这个啊 cos ut dt 这就是Au 这是Au cos ux 加上 Bu Pi分子叶 负无穷 正无穷 Ft sin ut dt 然后是sin Ux 整个这个结构 对于U结构 大家注意这里关系 好多重结构 这个是对于T结构 结出来以后 它是U的函数 这对于U结构 然后再对于U结构 结出来是X的函数 这个lambda是上限了 在这 变成这样的东西 对吧 这里就是把它带进去了 好 带进去你整理一下 那么这个就等于 Pi分子就拿出来了了 然后0到lambda 这里头呢 就是负无穷到正无穷 这个一样 Ft 然后剩下就这个 乘这个 加上这个 乘这个 这个我们就碰到好几次了 这就是cos u t x-t x-t dt 在DU 对吧 就等好几次了 大家看 如果这个结构 我们能证明lambda 就像我表达s lambda x 如果我能证明fx 这个就等于 lambda x 到lambda去 正无穷的结线 就是fx 那么 这个lambda去 正无穷 就是这个结构了 那就是 pi分子一 零到正无穷 对不对 lambda去 正无穷 那里面就是 负无穷 正无穷 f t cos u x-t dt 在DU 大家看 这个设置 这个公式 就是我们刚才猜想的 这个公式 你看 对一下 fx等pi分子0到无穷 负无穷到正无穷 f t cos u x-t DT 就是这个公式 刚才是从这个 不严格的 lambda 所谓lambda 拆出这个公式了 现在呢 看来有希望对的 就是说 如果 这个结构能成立的话 那这就是这个东西了 所以呢 我们记住这样一件事情 所谓这个公式呢 可以两种写法 一种写成这样 还一种呢 就写成这样 fx 就等于 0到正无穷 a u cos sine ux 加上 du sine ux du 这个公式就是这个公式 对不对 刚才我们就从这种过程开始算了 a u 擴散 ux b u sine ux 算出这个过程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用的时候 还是常用这个 常用这个公式 这个就是负列结束的样子 很好记得 负列系数相当于 这很好记得 这也是负列结合公式 这两个是一样的 现在我已经算了这件事情 这个是a有b有算出来 它除了就是这个东西 好 现在的问题呢 你要去证明 这个东西 现在当然你可以要证明出 这个东西还很远了 你怎么知道它呢 那我们说 如果你能够证明 这两个结封字可以交换的 也就是现在是先对T借 从负无穷接到正无穷 后对U借 对吧 从零到 如果你能够证明 当然要证明的 不能说这是显然对啊 这不对啊 能够证明这个东西可以交换的话 也就是说原来是先对T借 你说可以等于先对U借 先对U借就是lambda 零到lambda 然后这个原来是ft 被假如ftcosux-tdT 你现在是先对U借了 DU 然后再T借 如果能证明这件事情 现在先对T借 后对U借 如果能证明先对U借 后对T借 这个交换这是对的 那么你看这个时候 这就变成这样了 这个ft现在可以拿出 因为对U借方ft借是常数了 所以这个就是pi分之一 负无穷正无穷 ft可以拿出去了 对吧 然后把DT 然后里面是0到lambda cosux-tdU DT 变成这样的东西了吧 对吧 ft拿出去了 而这个节目当然很好算了 这对U节目 这都是常数了 对吧 所以这个节目 你看这0到lambda cosux-tdT 这个就是常数了 这就相当于 这原样数就是x-t分之sin ux-t 然后这0到lambda 对不对 所以这个lambda代表就是lambda 这就是lambda 0代表就是没有了 所以这个节目就等于sin lambda sin这个lambda就这样出来了 lambdax-t 比较x-t 这是很容易的 所以你把它这个代进去 这个就等于 这个就等过来了 就等于 π分之1 负无穷到正无穷 ft ft是原来有的 而这个呢 你把这个代进去 sin lambda x-t 比较x-t dT 对吧 就把这个代进去 好 这个节目就好办了 我做个变换 让x-t等于t 对吧 做个变换 那么这个等于t x等于负无穷 这样套是负无穷的 你这个t不管是 不是t 我是错了 t是负 我这里面都把它写成t t-x x-t 写成负 套吧 因为这样 t等于这个就 这都无所谓 一样 这就写成这样 写成这样 这样 现在t-x等于套 因为这个t-x 这两个换化 一样的 x-dx 都换成t-x 这都无所谓 因为两个正负 递消掉了 都写成t-x t-x 一样的 大家都换了负化 都完了 然后t-x 就等于这套 对吧 那么 t等于负无穷的时候 套当然是负无穷 因为x是个有限数 t等于正负无穷 那套还是正负无穷 所以这个就等于π分之一 负无穷正负无穷还是这样 ft呢 t就等于x加套了 对吧 x加套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就等于sin lambda 套 套 dt呢 就等d套 好 到这边呢 大家回忆一下 到这个地方 以前这个地方的负 π到π 现在你这个地方 把它分成两段 负无穷到0 0到正负无穷 然后负无穷 把套用四套带 所以马上就得到 π分之一 0到正负无穷 fx加套 加上fx减套 这跟上次一样的 这就是sin lambda 套 d套 d套 那么你套还写成原来 t好了 这都无所谓了 这部分变量 那就是我们要证明的功势 对吧 这就是证明 π分之一 0到正负无穷 fx加t 加n 就要证明的功势 关键下一步是什么呢 就这一步是不是对 不知道 这个要证明的 这个里头 这封交换是一个 很复杂的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证 就这个证好了 那就完了已经 休息一下 嗯 嗯